好 轉到二十安可以檔 找專家用電流勾錶實驗 同個插座 同個線路 使用吹風機電流八點七安培 插上節電器後 照理來說 安培數應該要降低 但看看勾表數據 在八點七一跟八點七二安培 直接徘徊 接著我們用同樣有在使用的電器來做測試 來看看這是電風扇 現在電風扇有在使用 可以看到這個安培數是0.69安培 那麼我們現在就插上了節電器 按下開關 現在是有在使用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這個安培數是來到了0.7安培 不管怎麼測插上節電器 安培數都變高 代表的是更耗電 而另外一款節電器呢 開了家電數據八點四八安培左右 接著把節電器打開 安培數飆升到八點五三 不過隨後慢慢下降到八點四七 又回到八點四八八點四九左右 這也代表有沒有使用根本一樣 電流越小的話就會越省電 剛才測試過的好像完全沒有改變 那表示說這個是完全沒有作用的東西 數據全都攤在陽光下節 電器似乎沒有這麼神 物理老師也搬出公式計算 電能會等於電流乘電壓乘時間 那電壓是不可能改變的 但是你如果電流減少了 對於這一台機器輸出的功率就會下降 時間就會增加了 那你當電流變小 時間增加 它真的有減少嗎 連物理老師也存疑 因為就算電流下降 但是使用時間可能變長 一加一減的情況下 電能沒變少也就等於沒省錢 台電也提醒坊間節電器有機會 還會造成電錶劑量失準 民眾還可能因為有竊電嫌疑而觸發 使用不到還會有安全疑慮 也呼籲養成節電習慣才是根本 節電器省錢只是一場騙局 三連續網上抽一 先進入張家學台北報導 電費賬單一張張 美期數字不斷漲 想省電又省錢 家中吃電外秀就得一一揪出 要有效節電其實還有這一招 用電資訊 用電分析 通通在App上一目了然 還能跟去年同期來比較 讓用戶能夠自主管理用電度數 原來這是台電積極配置的智慧電錶 電錶內還有Wi-Fi連線 用電度數跟手機App直接結合 還能遠端抄錶 透過通信設備每15分鐘 會傳送一筆用電資料到電網端 協助用戶加強自主用電管理 然後呢調整這個 適時調整用電行為 來達到節約用電的效果 天氣一熱就想開冷氣 不少民眾24小時全天放送 按照功率耗電程度不同 以功率一千瓦的冷氣機計算 開一整天大約也要一百二十塊 一個月就要三千六百元 溫度設定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度之間 然後呢搭配循環風扇使用 這樣可以提高冷氣的效果 每年呢大概可以節省兩千塊左右的電費 家裡面其實有不少電器都很耗電 像是除熱式的電熱水器 一天呢就要花大約二十度電 一個月下來也要花大約三千塊錢 還有電熱水瓶其實也很耗電 一天呢就會花大約兩度電 一個月下來也會多花三百塊錢 煮開水用電熱水瓶 反覆加熱就會耗電 長時間保溫也會耗掉不少電量 台電建議換成快煮壺 不需要24小時一直保溫耗電 就能省 另外還有熱機上盒體型小小 確實偷電高手 對機功率15瓦計算一個月就會耗 十點八度電 用完電徹底把開關關掉 才能防止機上隔頭電 也就是除了換裝智慧電錶 再抓住家中吃電怪獸 就能有效節能又省電 三立新聞網友 請問網友請問 張阿絮 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